接着看还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28号上午 北京南苑路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三人受伤 120急救车赶往现场 拉着警笛 但是不仅车辆不让 还有车加三 救护车原地被堵了20分钟 向交警求助 最后才上了快速公交车道 平常7分钟的路 当天开了40分钟 索性伤者都是骨折 你说你要是心脏病脑溢血之类的 耽误得起吗 就说这次还算是幸运 但是事实上救护车被耽误了 被挡住道了 结果出现更严重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 7月份台湾有一个12岁的男孩 也是到遇车祸 身受重伤 这个救护车拉着病人就往医院赶 中间是多辆车挡着道 无论这救护车怎么鸣笛 怎么闪灯按喇叭 就是没人让 救护人员最后是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男孩到了离医院就200米的地方 停止了呼吸 生命诚可贵 咱们这句诗早就会说 救护车每分每秒都是和死神在赛跑 道理谁都知道 我们听听网友的观点 网友林肖说 有时候确实没办法 整个路都大堵车了 不是不想让 实在是让不出地 周夸克说 这年头拉警报的太多了 谁知道是不是去送孩子上学的呢 还有就是送水产的 是吧 这声音见怪不怪 一方面是司机素质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 这些特权车辆啊 平时的蛮横态度 也得改一改 还有孟在飞988说 我上了路 但是怕违章 虽然这命确实比钱要重要的多 但还是觉得有点冤 你肯定得咬个言上 这是畅识 对吧 就是大家伙这种意识 应该提高上去就行吧 就有的市民他想让 但是让不开 车都堵了高峰机 故意不让到的话 怎么说 是起码来说 交通上 公分 作为个司机来说 他毕竟比较重视这个 你有的是出发处置 他就 比较主动了 除去这个路上是真赌的 那还有刻意加三的 是吧 你这不是跟救护车讲到 你蒙谁呢 你比阳王爷还狠 是吧 现在北京正在起草一个急救条例 规定啊 社会车辆拒不让行的行为 将视同违法 法律当然是硬性 但是我们非要那么不堪吗 给别人生命多一次机会 腌制以后 自己会不会躺在救护车上 好 咱们接着往下说 救命救火救急 十万火急的事情 都需要大火让行 咱们看国外是怎么给救护车 消防车让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